Runit64的這個小程式 小程式它只是一個執行檔 那它可以讓你 比如Ctrl加1放大 它有放大 然後有這個畫筆的功能 還有這個Blake就是休息時間 大家簡單示範 比如說我現在按Ctrl加1 就可以放大這個螢幕到某個地方 那我點一下滑鼠左鍵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直接寫 所以我放大之後 點一下滑鼠左鍵它就會凍結這個畫面 然後它固定 那我們在講解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講解什麼2014方程式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這個畫筆的這個功能 那離開的話按一個Escape 它就出來了 那如果我直接按Ctrl加2 它就是直接畫筆 那就沒有放大 我們就可以直接框一個東西 寫一個東西出來 那一樣按Cab就一樣離開 Ctrl加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倒數計時 那個時間的話就是在剛剛小程式裡面設定的 那這個Runit它原則上面它是一個小程式 免費的 那你需要的時候你就是下載 你就是去下載它 你需要的時候就是執行它 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這個程式很小 短小精幹 那第二個就是上次有夥伴說 如果想要開始從那個 LINAS這個樹梅派開始進來 那其實樹梅派是基於LINAS系列的 那我有放一個這個連結 那我不知道我發現有沒有知道一個 一個這個網站叫 鳥哥的這個叫什麼 初學者網站 很久以前其實我曾經有稍微摸過一小小段時間 可是後來就沒有在摸 這已經很久很久沒摸了 但我覺得這個網站裡面 它寫的很好 給新手的建議 然後開始閱讀之前網上導覽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網站它寫的還蠻好的 而且它已經是寫的 已經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而且它定期還有在更新 那就像周老師上次講的 周老師上次告訴我們 怎麼樣快速的利用樹梅派來駕站 但是駕站其實只是麻煩的開始 因為你駕站之後 如果你沒有去管理 因為它是在Internet的全球區域網路上面 所以如果一不小心就會被人家給 供給 把你的那個機器Server當作跳板 後面其實就會蠻辛苦的 但我覺得學Linux最大好處就是 你有學了之後 你對於整個網路的概念 對電腦整體的相關知識的理解 你就會有一個整體的部分 不會像你 Windows Windows的好處就是它的界面 非常的friendly 但是很多東西可能就是 它是這樣 但你知道為什麼它是那樣 那很久以前其實 那應該十幾二十年前 後來就沒有再碰 那今天其實很開心有聽到 周老師跟我們在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還要再自己 我自己可能也要再努力 因為程式語言是我的弱項 沒有那麼強 看到周老師光一個程式語言 就可以玩出這麼多東西 真的是太強了 那以上就是兩個介紹給那個夥伴 一個是Lunit這個程式 直接網路上你去打Lunit 你就可以去下載 那介紹給夥伴 那跟Lunit比較類似的是 就是最近那個Vuisonic 優派它有一個數位白板 我覺得它的也不錯 可是它的層次就比較大 而且它什麼時候要收費 說實在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收費 然後Lunit我從以前用不到現在 它其實一直都沒有在收費 那還有一個低量的納斯 就是這樣講 就是一個私房菜 好像這家私房菜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 學育的一個 一個大王戰爭 就是這點 各位人有販 好 那這個我畫面就還給周老師 好 那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個很高興啊 剛剛加松老師幫我 有一些介紹 其實我也是最近也一直在學 就是我自己也發現也是不足 像Linux部分 其實很多還是去查指令 其實也不可能說都學到通 學到會 其實還好網路是我們很好的幫手 只要會Google 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得到答案 好 那我們現在 今天上的是那個是 那個GPIO GPIO 所以我稍微廣播一下 廣播一下 那 整個畫面 對 現在 我有兩個 現在我有雙螢幕 我 看這個畫面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下載 去雲端下載那個 那個 就是 有需要的東西 在這 這裡 那我來趕快現學現賣一下 這個 這個地方 我有放了幾個資料 今天會用到的 這個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在這裡 就是 包括今天的教材 今天的教材也就是在 在這裡 其實我都有些修正 就是 前面的一些像這個 我把那個 64位元 它的測試版 就是的網址也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 因為我最近一直弄弄發現 如果 如果我們想要再做 那個 像我比如說要 YOLO 如果說我們要用辨識的部分 YOLO這個 這個東西 可能要用64bit會比較方便 所以說我這邊也加了一個 64bit的下載的網址 還有64bit安裝 有哪些可能 就是把之前的步驟 我再走過一次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要修正的 我也都改寫在這裡面 就是大家可以試著改裝 可以買另外一個SD卡 就是說兩個都同時並存都可以 我覺得它好處就是 只要用SD卡去換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有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裡面有在講64bit的安裝 不是安裝第三方的 而是安裝自己數媒派提供的 64bit版本 然後這程式語言加聰老師有提到說 那個什麼C++C語言的 我也修正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今天開始就是要上到這個GPIO的部分 GPIO 那其實這個今天上課的內容 其實用這個用終端機連線是可以的 用終端機連線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用那個鋪體 那個來連線就可以了 那當然同學老師們如果要用視窗也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用那個VNC Viewer去看它 這也可以 那待會我們就會 不知道大家線都接好了 因為我們要接完線 才可以去做一些LED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做兩個LED 對然後呢 然後又弄了這個一個按鈕開關 然後一個伺服碼大 一個伺服碼大在這裡 一個伺服碼大 那其實等於說我們把輸入輸出 還有一個叫做PWN輸出三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Arduino玩過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在樹莓派玩一遍 那基本上這個都可以通 那等於說 但是樹莓派 因為它是有作業系統 它等於說它的擴充性又更大了 那所以我們到最後 到後面的我們會 講到下午會講到所謂的視覺 就是等於說電腦視覺的部分 如果我們能夠把電腦視覺 納進去以後 像比如說你要一起用視覺來控制 機器人的部分 它有視覺然後它可以有手腳 那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那如果說只是純粹Arduino那些東西的話 就變成說 它在視覺上是有受限 那現在很多人在玩ESP32CAM 那也是OK 其實也蠻多可以把它納進去 但是等於說人工 就是人工智慧的部分要納進去 其實用樹莓派是最方便的 就是擴充性是最強的 那老師們可能還是要待會下午要準備一個USD的CAM USD的CAM來使用 那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 先準備好 那我先來看一下如果我們用這個 我們用鋪體來連線看看 我剛剛發現我的居然 我的也不能用 奇怪 是那個pi pi at ntpc99 那我的密碼都是用都是用這個 哎呦 打錯了 pi at ntpc99 OK 那第一個指令當然就是先看GPIO 的版本 它是 那我在這個有講到說大家注意說 這個如果說您是用這個4 樹莓派4 因為它的硬體好像有一些稍微改變 如果3的話 所以這邊我有提到說 如果您是用這個 您是用這個的話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要更新 要 如果發現這個會出現TypeAnon的話 這個地方我一樣Ctrl1 要來說明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出現這個 這個的話 你要記得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更新 這個 wiring pipe 這個才能夠使用 這個呢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GPIO 這個如果都OK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今天先看一下這個 comment的部分 comment的部分 就是說我可以讀出 這個GPIO的狀態 GPIO的狀態 GPIO的狀態就是GPIO RE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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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出所有的 那其實這個表其實蠻重要的 這個表其實非常重要 那因為它的接角 就是我們待會在寫程式要注意接角 一個就是它板子 板子上面的定義的接角 就是這個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到底是接角是什麼 還有這個Wiring pipe它本身也有接角定義 還有一個所謂的叫做實體接角 就是等於說就是我們IC接角那個部分 12345678它是這樣子定義的 所以一定要先知道說 因為當然每次接角會搞不懂 他說這個8 這個8到底是這個8還是這裡的8 就是等於說這裡會有不一樣 這個也是8 所以我上面會都有寫要注意到注意的事情 就是 那這個當然也有參數 這三個部分 你看這個就是 GPIO的部分 然後還有那個 ECM的部分 就是板子 一個是加G 就是加-G 就是加-E 其實要注意是12341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是要搭配這個 這個畫面來看 搭配這三個畫面 這個畫面來看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這個地方 他就說我們如果 那當然電路圖大家要記得 電路圖你怎麼接線 怎麼接線很重要 那因為你是放在哪一個是接角 像我用LED LED1我是在GPIO0 GPIO0 那這個的接角部分 是根據 根據這一個的 是根據這一個 GPIO0 是這個 那Ctrl1 大家看一下 是根據 這個地方 GPIO0 這個 這個 所以我是接這個接角跟這個接角 那這時候我們是用它的名稱 來去做控制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這個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 這個 紅燈亮 那要讓紅燈亮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讓它輸出高電位 高電位 要輸出高電位 所以這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當然要先設定 就像我們在Arduino裡面有一個叫做PinMode PinMode是In還是Out 這個要先設定 設定它輸出之後才能夠寫 那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設輸出 2跟4 你可以下一個指令就是改變的狀態 比如說我現在 我就寫一個GPIO GPIO的Mode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0至Out 那我寫Mode0 然後寫一個In Input 這時候你再ReadAll 你會發現它改成In 所以這是InOut的狀態的設定 我想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定要先設定 因為它就是輸入輸出接角 你可以把它設定為 輸入還是輸出 就透過這個Mode這個指令 GPIOMode 那你也如果要 另外一種敘述是用它的VCM 它板子上定義的接角的部分 你就是按照這個要加個-G 加個-G 然後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你要用這個 另外一種接角 就是直接就是看那個 就是看那個板子上的接角的話 你就選一個鍵L這樣 好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是輸出的部分 那輸入的部分當然 這個可能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 這個叫做提升電阻跟 提降電阻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輸入端 輸入端的時候很重要就是 其實Arduino也有 那個Pull Up Pull Up Input Pull Up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Pull Down 這個地方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在接線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我接線的時候 我並沒有接 並沒有接一個電子 我直接一定要先做提升 那我的習慣也通常都是用 等於說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的時候 我只要這個接角 一個接角接地就可以了 那等於說 向上提升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接角沒有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接角 它不會接地 當按下接地的時候就變0 按下去就變0 那如果沒有按下去的時候就會是1 因為是提升電阻 那提升電阻的話 那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不接啊 你平常你不接的話 這個叫Floating狀態 Floating狀態是 有時候可能是0 有時候可能1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讀入它的值 這個可能我們就要 我們來接一下這個MOD3 把MOD3設成1 MOD3 現在我MOD3 我的第三接角GPL3 現在目前是1 目前是1 那它目前的電位是 電位是0 就是低電位 低電位 那我現在呢 你可能要搭配我這個來看 來看 那我現在如果按鈕按下去 我按鈕按下去了 然後這時候我去再去 3O的時候 等一下 我是1還是2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是放在 我記得我是 不是這隻接角 我是放在 這個input是在 是這個 是GPL3 是3沒錯 3 3 所以是這個角 這個接的角 對那我按下去當然是0 等一下 現在目前的是 目前的是 硬 應該是高電位才對 等一下目前應該是高電位 奇怪 怎麼現在 我現在read all 它現在是0 因為我沒有設提升電阻 對 這個大家注意 對對對 這個步驟不能少 比如說我沒有設成提升電阻 這個很重要 那這時候它的0跟1的狀態 是有問題的 好那我這時候 記得 這個in它是輸入沒有錯 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把它提升電阻 但是這個提升電阻的接角的設定 只能夠用這個 這個就BCM 只能夠用BCM的接角 您可以看到嗎 我這邊是設定 22把它設成 這個現在目前是in 那是輸入狀態 但是還要再加一個pull up 提升電阻 這時候您看一下 這時候一定是 現在看它的狀態一定是1 一定是1 是1的狀態 好 那現在因為提升了 它現在這個接角是1 那只有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它才會變成這個 按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我現在再去read read all 這時候你會發現它已經變0了對不對 放掉 然後再去read all 這時候就變1了 這個是等於說提升電阻的預設 它的電壓 就是它的那個接角的狀態 就是高電位 如果你把它提降電阻的話 當然這個就變成預設 但是如果你是提降電阻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這一端 就是要接到5伏特 比如說如果你把它設成pull low的話 你這一端接5伏特 我剛剛這一端是接到接地 按鈕按下去變接地 按鈕按下去變接地 那如果你設成pull down的話 那記得按鈕按下去 那個接角接著5伏特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提升電阻不管你在哪個地方 都會用到 不管Arduino或者其他的 另外的 像比如說HTC的那些 那些產品也都可以 像比如說這個 我們之前講的Node NCU ESP32都有這個提升電阻的概念 那這個會簡化我們接電 接這個輸入電路 不然的話大家可能還要再轉一個電阻 然後再接一個電源 這也是蠻辛苦的 所以這個蠻重要 這個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這個就是用透過輸入端 輸入端 那這邊其實這個圖再怎麼看 我也覺得不會有 但如果您將來未來要用什麼 要接SDA SCL 然後這些裝置你可能要用的 那這個可以參考這個部分 他有建議的接角 那如果大部分來講 如果我們只是做簡單的IO的話 一個接角其實都可以拿來當輸入輸出 那但是我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它有硬體PWM的部分 硬體PWM部分只有這兩次接角 所以待會我們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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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馬達的時候 伺服機的時候 伺服馬達的時候 只能夠接這兩次接角 它能夠提供硬體PWM PWM就是脈衝寬度 表面 Pulse with modulation 那這個它怎麼做的呢 意思就是說它事實上是 透過這個 Duty cycle 等於說執行不同的Duty cycle 達到控制馬達的角度 那我已經把這個 這個收集的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等於說 它是維持這叫做 50赫茲的訊號 它這個控制這個伺服馬達是 50赫茲的訊號 但是等於說你這個 按的時間的長度 會影響到這個馬達旋轉的角度 如果說您等於說您設定是在這個 500 microsecond的話 那這是就0.5ms 0.5ms的時候 這就是-90度 所以等於說它等於說 按的部分 因為整個週期 整個週期是20ms 我們等於說藉由調整這個 藉由調整這個 我可能在Ctrl1 還是會忘記 我們就藉著調整這個脈衝的寬度 那等於說如果是0.5ms的時候 就是-90度 如果我要讓它變成0度的話 就把它設成 等於說這個脈衝的寬度大概是 其實1.45相對來講都是小 那待會我們有一個軟體 就是用這個自己做 就是用手動做PWM的方式去控制四伏馬達 待會大家可以練習看看 就比較能夠理解這個概念 等於說你的時間長度 多長的時候 按的多長 反正剩下來就是off 剩下來就是off 反正加起來總長度是20ms 按off的時間 然後決定這一個四伏馬達的角度 四伏馬達的角度 那這個地方也就是說 那我們大概知道 其實就是有資料可查就可以 其實這些都是收集資料 像每一本很多寫的都不一樣 有些你上網搜尋的話 其實我發現這個是最正確 我等於說一直在找最正確的版本 然後去做測試 發現那怎樣才對 那它的PWM值可以是0到511 0到511 那這個也是我得到的經驗 等於說我們要算出來說 到底送什麼支去 送什麼支去 因為如果按照這樣子的話 也就是說我PWM值是0到511 如果0到511的時候 就是代表它全部都是on 511是全部都是on 0的話就等於沒有on 那事實上相當於 像我們以前曾經如果用Arduino做過PWM值輸出的話 我們如果Output是0的話 那就是這個LED就沒有亮 如果我們這個Output是25的話 其實就跟全on一樣 就是整個 如果0到25511的話 怎麼樣計算得到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到底值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算出來是12.8 37.1跟61.40 所以待會我們會應用上這三個數字 就是待會這個再 好大家注意一下 我剛剛講過只有兩支接角 可以用在做這個硬體上 一個就是這一支接角 所以為什麼我的GP 我為什麼我的伺服器 伺服碼大家接在這個接角的原因 就是因為只有這個接角還有另外一支接角 這邊大家忘了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實體的位置的話 就12跟35 35是這一支 35是這一支 就是所謂的硬體PWM的部分 這也是上網查的 像那個影片下寫的也是亂七八糟 那這個我唯一找到的這個答案是最正確 我也曾經去測試過 因為怎麼樣可以確定它能不能當作PWM接角 當你設定Mode為PWM的時候 這個地方要改成ALT5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改成ALT5的話 這個如果沒有改成ALT5 就是不可以做成PWM輸出的 硬體PWM 當然你可以用軟體做 硬體PWM一定要這個地方是設成ALT5 那也就只有這兩支接角 好大家可以試試看就是說 把這個部分都設 那這個地方就是要設成 這兩個指令就是設成50赫兹 因為你的PWM也可以設成很高的頻率 也可以設成很低的頻率 那這個地方有講到說怎麼樣去計算出說 怎麼樣計算出這個是50赫兹的 我看我這邊 我好像沒有把它寫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看一下 這個目的這兩個指令最主要目的是 就是要讓這個 就是讓這個訊號 這個波形的訊號設成50赫兹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設定 設定說它到底是ON的時間多長 ON的時間多長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下這個指令 一下這個指令 當然這個全部都要 如果老師們覺得像這個 複製貼上 那你也可以去產生一個批次檔 對 如果你已經把它放好的話 你可以把它 我其實程式碼都已經寫好了 那我先把它放在Programming裡面 裡面有一個叫做EBIO 大家可能要把檔案放在一個地方 那GPIO的每一個層次我都已經寫好了 那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可以產生7次檔 7次檔就是Shield script Shield script 那也就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像我這個GPIO1 跟SH 其實這有點像 我們當時就是 剛開始學電腦的時候 寫這個豆子指令一樣的 就寫豆子指令一樣的 這個是 如果我們對於 比如說這個是寫P次檔 這個也是一樣有重複結構 上次講過 只要看到壞的就是重複結構 這個也是函數 也都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直接看這個 如果你想要直接實行這個指令的話 大家可以試著 開記事本 記事本 附屬應用程式 那就把它拿掉 那個錢號把它拿掉 貼上 那因為我是怕大家又 你可以直接把它取代掉 取代 這個錢號取代掉 換成沒有東西 換成沒有東西就是刪除 然後你再把這個複製 就相當於下P字檔 這個地方貼上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要看一下 這個前面一定要設定 這個三個 是分別設定說它的角度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四幅馬達在這裡 四幅馬達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個 四幅馬達 我現在看這個 如果13 這個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13是 最小 就是-90度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我到0度的話就是 37 然後61就是最大 這樣子 所以這三個指令就分別在0度90度 跟-90度的位置 這個是在控制 那其實如果 老師們覺得說這種指令 以後下這個很麻煩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 直接編輯一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編輯器的概念 那你就產生一個叫做 比如說test.sh sh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貼上 那當然這個我們可以指定一個角度 比如說這個是指定到 這個 這個是90度 那這是Ctrl-O 那我們來先練習 寫一下一個P字檔的概念 那注意 這個檔我產生一個叫test.sh 它不是變綠色 代表是不能執行的 一定要把它變成綠色 那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檔案 檔案的這個 能不能執行 你LS-AL的話 就可以看出這個每個檔案 它的能夠做的屬性是什麼 它這個有RWX RWX RWX 如果你要能夠執行的話 第一種是直接用CH mode CH mode Change mode 改變檔案的模式 如果說你要讓owner自己的使用 自己審選能夠執行的話 你自己寫7 這個是二進位的概念 0 0 0 就是124 124 所以4加2 能夠有4 能夠執行read 能夠寫write 4加2是6 但是我要讓這個地方能夠執行的話 就是1加2加4 就是7 如果其他的不要管他的話 就744 744 test sh 這個如果對剛剛 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鳥哥 其實我學Linux 也是在鳥哥那個網站去學的 其實那個很棒很經典 他真的是從大概十幾年前 就開始在講 講Linux 寫得很棒 這個時候你CH mode 這樣的話 744的意思就是 後面這個不變不變 這個改成 能夠有execute的 就是執行的選線 能夠執行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他變綠色 那這時候 那當然我現在一定要先改成不同的角度 你可能才會 其實剛剛設定好了 這個就 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 那我現在我直接要執行test檔 我要斜線 就像執行我們的out 執行檔 一定要 要點dash 點slash 點斜線 然後再打這個 起司檔或者執行檔 你看他就可以執行 那其實我們最重要是說 下次 最主要就是這個幾個 Cat就是看這個檔案的內容 Cat的 就像Dos叫type 那這個最主要可以執行它檔案的內容 這個 這個 這幾個指令 這幾個指令 那當然如果你最主要是 能夠把這個設定好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像比如說一開機 一開機的話 他預設值不是inout 不是in就是out 絕對不會是在PWN狀態 狀態底下 而且這 絕對不會設在50Hz底下 所以這時候就沒辦法 控制師傅馬達 這很重要就是說 有些基本的設定 那我們要剛開始就能夠執行的話 大概就這裡 大概這樣能夠理解嗎 那這個地方有提到說 那個產生P次檔 那剛剛這個地方有提到就是R的 那也一個最簡單指令就是說 像如果說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叫做 Ch mode 也是一樣Change mode 如果我寫加X 加X的話 就是增加這執行的權限 其實有很多指令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慢慢去學 因為不可能一次就學會了 而且常常指令學的就會旺 旺的至少查的查也可以 但是你看這時候 減加X的話 它會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 一個叫做使用者 一個叫做群組 群組的權限 一個叫做其他 其他人 那這時候全部都加成X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不能執行的話 就減X 減X 這時候你去list 就會發現執行的權限都不在 這個 也是一些小小的技巧 就是大家可以去 去嘗試 那這個 要能夠執行的批次檔 這個share script 一定要能夠 再能夠execute 這個執行的訊息 有執行的權限 好 那這個到這邊開始就是 大概到這邊截止 就是介紹所有GPIO的 這個輸入輸出 跟TWM的部分 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開始寫成績 老師那個 有人有問上拉電阻 什麼時候要用到 在留言板 好很好很好 那上拉電阻就是輸入端 就是我們輸入的部分 我看一下 對在這裡 輸入的時候 輸入的時候 因為 好我們大概再回到剛剛那個圖 再回到那個圖 像Arduino Arduino也是有這個 大家有注意到嗎 其實只要跟IO有關 其實這個兩個姿勢是你要知道 就是pull up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字意圖其實蠻清楚的 這字意圖蠻清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好這個 這個如果等於說 我們這裡等於說 我們有做一個 我們想要做一個開關 像如果這個什麼都沒有接 這什麼都沒有接的話 那這時候 因為這個叫floating狀態 它到底是0還是1 其實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們要確保它是1 0還是1的話 其實我們做開關的方式 可以用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跟這個模式 做開關的方式可以做這個兩個模式 第一種就是 我把這個開關接在這邊 然後按下去的時候 這時候按下去的時候 這時候 其實你看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input的接角 這是一個input的接角 你不能直接把5伏特的灌進來 對因為5伏特的灌進來 沒有意義啊 因為其實對來講 它要的是有電流通過 要電流通過 那這時候你看 我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加這個電阻 是啊 這時候你看 這所謂的 這樣子的話 如果導通的話就是低電位 這就會變真正的0伏特 真正的0伏特 這就是真正的0伏特 那如果說這個導通的話 就會真正的叫真正的5伏特 對不對 那經常這樣 降接的話是0 導通的時候才會是5伏特 但是5伏特還是要有電阻 不要直接接5伏特進來 這時候要串一個電阻 大概10kΩ左右 那等於說這個部分 原來是你自己要接的 你自己要接的 那如果現在我不要自己接 那現在它也幫你想好了 你可以做一個很簡單 等於說這個部分它幫你完成 你只要射程提升電阻 這個部分它幫你完成 你只要把開關做在這裡就可以 這個就是叫Pull Up 或叫Pull High 一樣的意思就是提升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射程Pull Low 或Pull Down的話 這時候它已經幫你做完了 你只要做這個按鈕 然後一個接 按鈕然後接5伏特就可以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射Pull Up Pull High 你就必須要接這樣子電阻 就要做電阻 就要接一個電阻 如果你射了Pull Up 那你就可以直接接這個開關 如果射了Pull Down 那這個開關就要接5的 這樣 周老師 對不起 謝謝周老師 就是我確認一下 所以我們平常在做上拉 或下拉的動作 是為了確認 在那個電路當中 現在我要讓它保持高電位 或低電位這樣的需求 沒錯 因為IC接腳 如果你平常沒有做上拉下拉的時候 它其實這邊可能是0 可能是1 了解 是 好 謝謝周老師 不會 插著一下 因為一般我們的 你如果拿一條電線有沒有 然後接在那個直接在空氣當中 有時候你聽過一個擴大器還是什麼 你會發現有雜訊什麼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空氣裡面 很多的電離子 所以你沒有加一個上拉 或下拉電阻的時候 它01 基本上會有上上下下 一下零一下一 那我們都把在Arduino那邊把它稱為彈跳 那原則上面我們以前習慣都要加一個電阻 然後就是讓它正常就對了 可是事實上 在Arduino或者蘇莓派裡面 它本身其實就有內建電阻在那邊 只是你要不要啟動它 了解 所以加這個指令就是啟動它這個這樣子而已 好 謝謝教聰老師 謝謝周老師 不會 好 那其實這個也蠻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大概這個地方理解的話 其實輸入端就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有一天 你拿來一個開發板 然後它有輸入輸出 你就會先去查說我如何教用它的Pull Up 其實我很少用Pull Down 因為我覺得接零伏特比較容易 因為接地這個比較安全 那我的習慣也就會直接設置這個 所以我一般來就是做提升電阻 其實我那時候也想 誰會用提升那個拉低電阻 但是想想也是有道理 反正有人喜歡就好 像這個是最最簡單 因為直接接地 我做一個開關然後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那其實只要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這個開發板 其實都會有提供這樣子的選項 那等於說反正你就是上網查 就是這個板然後Pull Up 它就跟你講這指令要怎麼下 那其實像這些東西其實 我以前也沒有用過 當然就這一次我就想 那我也去查查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包含說這個PWN的輸出 要哪幾隻接角 其實如果你平常沒有用 是不會去知道的 那你就說那我就幫大家 做收集一些資料這樣子 那像你看這個影片 它說幾隻 它有說六七隻接角 我看了半天我說這個影片寫六七隻 我還本來把圖片截下來 但是我真正去嘗試的時候 你也只有真正去嘗試才發現 因為其實像素美派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它是open source 等於說其實很多人都有對它寫一些文件 其實像我昨天應該這一段時間找那個就是openCV 那solution超多 然後常常是我run到最後走不下去 所以其實我也想了很多模式 怎麼樣讓大家 因為你知道如果要加大家去 在現場去make那個openCV的話 要一個多小時 那等於說我們上課時間就剛好全部卡在那邊 所以我有找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像之前在安裝很多 我們都盡量能夠讓它簡化就簡化 但是如果說真的 如果大家可能還要再 因為等於說 因為安裝套件 畢竟有些版本是屬於舊的 不會是最新的 所以我們可能到之後 如果老師們慢慢越學越好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去自己做 把自己最新版本原始Source來自己做make 這個等於說我們之前講到程式語言 那我們就 我可能漏掉這個 但是你說我熟嗎我也不熟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是上網找答案 也就是說我們用comment line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用comment line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那這時候 我來cate cate這個gpio 那我前面是先講這個share檔 那我剛剛 我又忘記1了 對跟大家講的小個技巧 就是我打個gpio 你不用全打 你按tap鍵 tap鍵有很多 像你打一個g也可以 打一個g它也按tap鍵 你看g的話它會發現全部都是gpio 它就幫你打字 按tap鍵 就是以前在dose也是有這個功能 gpio如果你要tap1 你1的話再按tap鍵 其實要告訴你候選有這麼多個 然後就點sh 那這個其實你會發現程式語言的概念 不是都一樣 函數 如果要遇到函數當然不會執行 那這有兩個變數 然後一個函數 函數不會執行 等於說要呼叫才會用 然後這個就是gpi 那這個有兩個 這個變數 你看這個變數就是有點像我們在php 要使用變數的時候要加前號 對你看這個 等於說我們知道說這個遊戲 這個程式遊戲規則其實就不難了 那以後你寫的這兩個變數之後 記得要使用變數的時候要加個前號 mode 這樣 這等於說如果說這個就是 其實我直接寫也可以 我不要寫這兩個變數 我就寫 0 mode0out mode2out 也可以 好 這個就開始這個y 這個又很奇怪 他用中刮弧 你看 用中刮弧 但其實 萬變不離其中 其實就是乘1就是乘力 但是你看y它有一個叫度跟當 度 當 你看這個也是神奇的 就是 其實 它等於說當時設計的時候 它只要能夠翻譯就好 所以很多同學問我說老師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那編譯器這樣寫的 對 有時候你看結果 用結果來論就可以 因為 當時就這樣設計的 你就 它出來會這個結果 那你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那我們其實 它翻譯的人當時要怎麼寫 其實我們不會知道 它為什麼要寫一個度跟當 其實它寫一個不要寫度 其實也可以 那度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就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重複 好 那我們現在來執行看看 當然這是要搭配螢幕來看 我要執行它 就點 因為我已經把它設成這個 如果老師們複製過去 可能是這個屬性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執行的 一定記得要把它 你就直接寫個 ChangeMode ChangeMode 加X GPIO 那檔名 後面是檔名 然後要執行它的時候 變斜線GPIO1.SH 這時候你會發現 這LED就是在交互閃爍 交互閃爍 好 那這個時候 要終止它的話 就是跟以前一樣 Ct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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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C就停止執行了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是ShareScript的方式 當然我們還有用PHP寫 老師怎麼知道有哪些指令可用 這個就是Linux 剛剛加聖老師有提到 就是鳥哥的Linux的指令都可以用 那也沒關係 如果大家想要學一些Linux的指令 其實我也會的不多 但是我可以 大家想到的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像比如說 我剛剛講說看 第一個指令叫CD Change Directory Change Directory 就是改變目錄 那如果直接單打一個CD的話 它就是回到跟資料夾 就是我自己的跟資料夾 TWD就是目前的Present Working Directory 目前的工作目錄 目前的工作目錄 這個就是TWD 你看 我的目前的 我的Home Directory 其實不是跟資料夾 如果要切換 這個就要切換到跟資料夾 比如說我想要立刻切 直接從跟資料夾開始切 其實這個資料夾的概念其實是蠻 樹狀結構很重要的 像比如說我這樣直接這樣Program 就是這樣子可以直接切 但是我也可以 因為我現在本來就已經在這個 在Home塊底下 我可以直接 CDProgram就可以 Programming就可以 那這時候我的工作目錄 這個好 這是目錄的部分 沒問題 那接下來看檔案 有哪些檔案當然是LS List 那有一個參數叫-L -L就是比較詳細 針對 針對 OK 那這個ShareScript的話 其實指定有哪些 就是也是上網查 就是只要你去查Linux ShareScript就好 那其實像剛剛提到 我們其實可以從幾個簡單的範例來看 就是說 幾個簡單的範例來看 就是像這個我這邊幾個 這邊也大概就是用到 有用到一輔 GP1 GPIO 這個沒有用到一輔 這個沒有用 只有用到重複結構 對不對 但其實你也只要去查 那個重複結構跟 重複結構跟選擇結構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它是用壞 它是用壞 然後 那我這個2 2的話 這個2的話是 這個2只是顯示 只是顯示狀態 這個時候就有if了 就有if 所以其實 這個簡單的幾個大概也夠了 就是我幫大家收集的 重複 如果選擇 就是選擇結構 有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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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這樣就可以測試 很多的指令 然後我現在有看一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2A是 是屬於這個 這個 2A是那個馬達 是馬達 那其實你會發現 我只是把剛剛講過的指令 把它寫成P10檔而已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地方有牽扯到輸入 大家可以大概簡單看得懂 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 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按下按鈕的時候 1就是 1不是 1 按下按鈕是變成0 按下按鈕是變成0 對不對 按下按鈕是變成0 所以呢 我Ctrl1 Ctrl1 你能用嗎 可以 好 但是這時候 我如果說 平常我正常狀態都是1 因為我剛剛是提升電子 對不對 所以正常來講 它的角度都是轉到最大的 那如果說 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它就變成0了 變成0的時候就會進行這一段 你看它的IF 它的相反就是FI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其實就是 當時 它的創意是這樣子 那就是這樣完成它 所以說這個指令 其實這三個範例也夠了 也夠了 就是應該是可以 就是有最基本的 就是操作這個NGOOK 那我們剛剛講 GPIO1 GPIO1的話 就是大家直接是燈閃爍 如果說閃爍的快慢 當然就直接去改它 那我現在改 叫做GPIO2.SH 那這個是 這是直接得到狀態 鍵盤就是鍵盤按下去 現在目前都是1 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變0了 就讀出這個 這個接角的狀態 再放掉 1 按下去 0 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 這個是結束Ctrl7 因為它是一直不斷的在執行 那剩下最後一個就是 2A 2A是有輸入 2A是 2A是 現在是 伺馬達現在在這個角度 在這個角度 那這個等於說我透過讀入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轉到 另外一個角度 再來這個概念 就是根據 根據輸入的值 改變 根據輸入值去改變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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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馬達的角度 所以這個指令 說實在 我問我我也不熟 真的我也不熟 但是就是說 搜尋一些 大家參考 參考 好 那這個是大概就是 講到 share script的部分 share script的部分 這邊都有 那這樣大家可以嗎 應該這個還好啦 那其實就是 這是提供大家一個 一個概念 就是它有這個功能 那接下來就是 又回到我們的python的部分 python的部分 那對python的部分 大家有聽過 輸入端的輪詢字 跟插段式 輪詢字其實就是一直不斷的去讀 像剛剛的這個動作就是輪詢 就是輪詢 就是一直說 去偵測狀態 那你會發現 我的時間為什麼會 沒有這麼快 因為等於說 一秒它停頓一秒 一秒的時候就沒有在偵測 沒有在偵測輸入狀態 所以等於說 我們通常有時候就要等到 一秒鐘 才會得到 才會得到新的改變 因為 我這邊讓它加個sleep sleep1 sleep1的話就是延遲一秒 那這時候一秒鐘才會去讀 這個輪詢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我可能會 時間越長的時候 我要執行這個指令的時候 才會看到 這是輪詢字的缺點 如果delay時間太長 那你就會 下次再偵測的狀態 就過久 那這個也是輪詢字 這個是輪詢字 那這個更慘 這個我這樣寫的話 它要兩秒之後才會設定一次 因為它亮暗 等於說我是做閃爍 這個閃爍的話 那也就是說 一個亮一個暗 但是整個 執行一個blink的周期就是要兩秒 就要兩秒的時間 那這個可以說 這個可以說 這個在每次按按鈕 可能有兩秒的等待時間 那這個你看 也是要注意說 如何寫它的提升電阻 提升電阻 這地方也有寫到 就是反正我就是搜尋 就是哪些指令其實會用到的 讓大家以後參考比較快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資源 就是說如果我們使用的這個資源 記得要 就是 要養成習慣就是 就是建立之後要記得收拾的概念 所以 就是我們如果 如果在這邊有一個 有啟用它 有啟用GPIO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把它清掉 清掉就會回到原始狀態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 這個是屬於 輪循制 兩秒鐘 偵測一次狀態 那如果說你用插斷式的話 那等於說這是CPU在處理 那這時候它的處理的方式就 不會被這個 不會被這個 來局限 因為 我們這時候有做一個叫事件 事件偵測 那這個 這個概念很重要 就是事件偵測的話 那麼 我們 就是去針對這個街角 有沒有 這個是說有沒有Falling 那我們都知道一個波形 有可能是上升 有上升跟下降 那所謂Falling就是從1到0 從1到0的狀態 因為我現在目前的都是1 等於說我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Falling 就是從1到0 如果你是改成是另外一種電路的話 你可能就是Rising 就是上升 Falling、Rising這個差別 我想這個上網查應該查得到 就是 反正這個地方 還有一種叫做 看Label 看它的Label是多少 大概有三種狀態 就是如果Label是在1的話 或Label在0的話 做什麼動作 就是這個等於說是算 圓觸發 H-Tri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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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部分 大致上是這樣 等於說其實剩下的模式都是一樣 就是 輪行字跟 所謂的這個 插段詞 輪行字插段詞 這個是伺馬達 好 那這個到這邊大家可以接受 就是屬於這個 屬於這個 插段詞 這個部分 因為這可能要實際操作 還是大家可能很早就給大家 大家有些人在家裡已經做完了 那就是這邊的大家都可以測試一下 就是剛剛講到這個 shale script 然後這個python nano 比如說 任何一個指令 python nano是編輯器 nano1 我這個nano1 點python gpio1點python 那就是這個層 等一下我 nano gpio1 io1 點python gpio1點python 這樣 這就跟我在那個 那個 講義上的文字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其實你會發現其實也是一樣 上次講過嘛 就是那個python 最重要的就是 wire後面的假帽號 beef後面假帽號 然後記得牌縮 那記得會縮牌 等於說是 wire這個 就在西園的大瓜湖 大瓜湖的話 就是 他用大瓜湖 這邊就是直接用牌縮 那等於說這個階層是被包在 這幾行號是被包在fire裡面 這個beef這個是被包在 這個brake是被包在fire裡面 如果說像這個 這個之前講過 如果這樣的話 我平常就 這個永遠不會輸出 因為他就brake掉了 如果你放錯位 就是說牌的不對 他就會出現的結果就是錯誤 這樣子 那是隸屬的關係 隸屬關係 這個是隸屬於他 其他的隸屬於wire 你wire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剛剛已經 講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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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的部分 那Python的部分 上次我們有講到有視窗 視窗部分也可以操作 對不對 視窗 其實我們可以用透過這個 之前講過的 有一個工具 叫做 人體開發這個Gini Gini事實上可以直接寫 Python程式跟C++ Python 分享畫面 還沒有分享 對對對 難怪我想說 這個畫面 難怪我想說奇怪 好像漏了什麼事 剛剛關掉了 對 好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如果我們接下來 如果用Python來直接 直接來執行的話 其實您可以使用這個 上次提到的叫Gini Gini這個 直接去開啟那個 那個對應的檔案 開啟 open 那這時候我們就 如果我們檔案是在這個 home home directory裡面的 program programming裡面的 這個 gpio 那我們如果是剛剛的這個 gpio1 這個 像這個程式 其實如果在這個上面 可以直接就直接去執行 直接執行 那這時候執行的時候 你看它也 結果就會在這邊出來 所以說這個工具 其實也整合得不錯 就是它也是在亮岸 直接在這邊可以做 好 如果說大家習慣用命 用這個整體開發環境的話 可以考慮用Gini 那這時候我不想要執行 按Ctrl C 那這時候又回到那個 那這每一個 剛剛的每一個程式 都可以透過這個 來這個整合開發環境來測試 還不錯 那這個再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再開啟另外一個 就是gpio1 2 2 2.py 2.py 這個是四伏馬達 四伏馬達 那這個四伏馬達 那為什麼要寫這個 這個函數 寫這個2.5 這個 因為 它這邊所設定的東西 這為什麼要寫這個函數 它所設定的東西是 事實上是用百分比例的 那這邊我在這個 前面這個地方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有兩種 它有兩種 兩種這個設定 像這個三七六一十三 是用的部分是pwn值 pwn值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pwn值用512來算的 這個百分之2.5的話是12.8 所以是13到61 13到61 所以我這邊寫13到61 好 那在這python裡面用的呢 它的函數用的是所謂的百分比例 就是等於說是算它這個0.5 0.5ms 是站在20ms的百分比例多少 所以這邊會用到一個2.5跟12 2.5跟12 這兩個值 那2.5跟12這兩個值 所以我們在這個 所以我直接就跳到這個程式這個地方來看 這個地方就會用到就是2.5根 那當然這個等於說是一個線性 就是線性計算 就是那線型函數 這是一個線型函數 等於說180度 它等於說是從2.5到12 因為9.5加2.5是12 2.5到12的話 那我們是從0到180度 0到180度的話 那等於說這是一個線型函數的計算 2.5 那等於說如果0度的話就是2.5 如果說180度就是12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函數 來做這個計算 那這個地方也會用到的 這個地方大部分都是用所謂的 這邊大家有提到的 就是說它用的接角 它用的接角都是 都是用wiring 就是wiring pi的接角 這個是從這邊開始 這邊 這是gpi 這個是python 它的接角方式 要注意一下 它是用什麼接角 這個地方是用 其實我也大概忘了 就11、13、15 11、13、15是physical 它是直接用這個板子上面的電路接角 板子上看到的12、13、15 像IC接角那個位置 它是用physical 所以你看我這邊寫的11、13、15 所以可能就是大概在做的之前 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它用了什麼接角 它用了什麼接角 如果說像C C就是wiring pi 其實我也都忘了 因為這些太多種類 所以我這邊故意讓大家 其實我做這個也是讓自己以後再查資料 以後快一點 因為不然每個就去上網搜尋 然後又縱縮分云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寫 因為我這邊當然這邊也有牽扯到 我用個bo的 點bo的 這個也可以改 這個參數可以改 如果點的不同的話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如果我是選點bo的話 就是用這個physical接角 那如果我用bcn的話 你用點bcn的話 你這個接角 這上面也要跟著變 跟著變 所以其實我就把這些東西 放到這邊這樣 以後查的時候想起來比較快 好 那這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也要設定它輸入輸出 然後這地方是input得到 那這個屬於輪巡 這個屬於輪巡字 輪巡字 就是一直在讀入 那我現在等於說我用這個 我用改用這個 我用改用這個來看 這個用這個來寫 那一樣也一樣 也是一樣 這個是2 剛剛是1 這是1的部分 剛剛1在這裡 那2 我們可以直接開啟 然後就直接執行 然後看結果 那這時候我把它最小化 看這個 看這個結果 就不一定要用這個 用這個也可以 用這個也可以 好 那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這有一個缺點就是 這個視窗 對 好 那這時候這個是角度的控制 我們大概看一下 程式應該可以理解 剛開始先設在0度的位置 然後呢 這邊有設方向 這個有方向 direction就是1 那這個它理論上它會怎麼樣 它每次都會 加1 角度 角度就會加1 等於說是從0一直到180度 0到180度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離開 這個時候不是按Ctrl C 而是直接按按鈕離開 等於說它一直在獨入這個狀態 如果你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是0 那這就是離開這個fire回圈 所以我現在執行的話 你就直接選執行 Run Execute 執行 好 它就是 它就開始再轉0到180度 然後再從180度回到0 那我這邊 這邊有設了一個叫direction direction 等於說 一個是角度增加1 或者一個減少1 當我改變方向的時候 加1變減1 減1變加1 這樣子 一直在做切換 那什麼時候結束 你就必須要等到 這個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結束了 程式就結束了 所以我這個程式現在在執行中 那我現在按下按鈕 它就離開了 就離開了 程式就是結束離開了 好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我用按鈕來當作切換 因為我按鈕的用途很多嘛 當然你其實可以設兩個按鈕啊 一個是變成向左 向左增加 向右增加 那就是產生這種東西 越多輸入越多輸出 你可以做的組合就越多了 那我等於說 我想說就是 只提供一個簡單的輸入範例 然後兩個LED 這樣子 至少輸入輸出都做了這樣 好 這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針對那個GPIR2 我們看一下GPIR2 就是用插段式的方式 這個是用插段式 插段式其實就是設定這個事件 那事件一定要在最早就要設定 那好像說我已經就是 我們寫很多程式 像Windows程式就是Event Driven 就是事件驅動 事件驅動的概念 這樣比如說 鍵盤被按下去的時候 鍵盤被按下去的時候做什麼動作 滑鼠 點Double Click 做什麼動作 所以視窗的程式 很多都有先把事件先講清楚 什麼事件做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事件 你看這個地方我在FIRE裡面 我看不到 這FIRE裡面我看不到鍵盤有沒有讀入 但是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在前面已經宣告了 當有電壓從1變0的時候 降落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去呼叫他叫Callback 就是我去執行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在哪裡 在這個Handle Handle Button 這個地方 也是我如果有被按下來的事件產生的時候 我就去做這個 其實這個不用輸出也沒關係 只是讓大家看 那這個就ServoMotor 就Stop 這個有物件的概念 它有一個物件叫ServoEnd 這個物件在這裡 ServoEnd 等於這個 這個物件就是師傅馬達 自己定義的一個變數 然後這個是以後所有的 這就是物件導向的概念 如果ServoEnd 等於這個只要點Start 物件的什麼方法 這個物件執行什麼方法 對 如果以前我們的程式語言的部分 大概屬於程序性語言 就是Procedures的部分 那慢慢就是從7++ 開始導入物件導向 7++開始才開始 就是物件導向的概念 那這時候很多東西 就寫成物件形式 物件形式就是有什麼 方法屬性 物件的方法屬性 這樣這個點Start 就是執行物件的方法 它有一個方法叫做Stop 那這個 傳的參數2.5就是它 要去 要去做什麼 要去什麼 執行什麼角度 什麼PW值這樣 這個是用百分比例 百分之2.5的Duty Cycle 百分之2.5的Duty Cycle 就等於說有百分之2.5乘上 我剛剛講50赫尺 乘上20ms的時間是On 就時間是On 這是百分比例 Duty Cycle百分比例 好 那再來那個 這個接下來這個地方就是 所以這邊看不到什麼 全部都在事件處理 都在事件處理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執行看看 執行看看 它怎樣 為什麼 對 那個現在 為什麼沒有動 我看一下 卡住了 沒有動 再一次 這個可以嗎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 這個會動 看一下 看這個 來執行看看 也是有 也是有 奇怪 剛剛沒有動 那這個時候 它這個OK 這個可以 那這個時候 按下去 其實這種屬於事件驅動的話 其實動作很快 按一下就好 像剛剛還要等 要等 這個等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這個等於說它只要 硬體有做 有做發現 硬體發現它這個 這個接角 這個button 這個接角 有從1降到0的時候 立刻就會 做停止的動作 就是叫事件 某個事件 針對做什麼 某個函數 某個方法 這個是所謂的 事件驅動 那這個也是一個 還不錯 一個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很 即時的 即時的回應的話 就是要做這個 事件驅動的 這個概念 事件偵測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就是python python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就是C++ 那C++ 那C++的部分 那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用Gini來執行 當然也可以用命令列 我們先提一下命令列好了 命令列的編譯 命令列的編譯比較重要 在這裡 那 因為他有用到那個library 用library 所以這邊必須要加一個-l library 我們這個指令的時候 就是G++指令 產生一個cpbr 這個叫output 如果你不加.o的話 就是產生a.out 不加-o就是產生a.out 所以看大家需不需要 如果不需要 你就不用加 就直接執行a.out 那這個一定要link 我們做一個示範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加.l的話 是會出錯的 因為找不到函數庫 找不到函數庫 比如說G++ G++這邊我有一個指令叫做 比如說GPIO1.cpp 如果我直接這樣寫 那一定會出錯的 就是沒有reference to wiring 等於說 library也沒有被呼叫 其實這個動作在連結 我們在連結的link的時候 其實我們產生執行 過程有所謂的編譯連結 編譯跟連結 但是編譯的時候它就已經找不到了 更不用講連結 因為我們並沒有把編碼對應到那些的函數 那些函數的這些別人寫好的程式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一定要記得要加-l -library 那這個當然大家可以記或者複字又貼上 就是wiring wiringpy w-i-r wiring是接線的意思嗎 wiringpy 對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過了 如果沒有加這個是不會過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這一行很重要 那這時候一定會產生一個叫a.out 因為我們沒有指定檔云的話就是a.out 好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寫電 A.out A.out 那這時候呢 A.out這時候當然也就是能夠讓這個 LED再閃爍 LED再閃爍 但是我這個範例是 是執行幾次 我們看一下 我這個範例應該不是永久執行的 好嘞 其實這邊也可以 我們可以用這邊來開啟 剛剛用命令列 用命令列你看 gcpio1.cpp 這時候 他說等於0 他自動跳出來 這怪了 好嘞 再一次 A.out 我沒有按他 他自動結束 A.out 應該理論上不會自動結束 他自己結束 他自己結束 所以這個 真的自己結束了 太神奇了 我根本沒有 進鬼了 等一下 對 按照這個層次來講 沒有0是不會離開的 咦 感受 我要按照他有用 我要按照他有用 咦 對啊 這個 這個怪怪的 這個怪怪的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按照程式來講 不可能會跳出來的 不可能跳出來 好 那後來他也沒出來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這個我們再研究看看 這怎麼自己就break掉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用這個 那如果說您在這個 您在這個 這個地方 要注意這個地方 如果要執行這個 這個python沒有問題 沒有include library問題 因為他直接在import做完 因為他是直意識 那這個import只要做了就可以 但是C++是屬於編意識 編意識 就有所謂的函數庫的問題 因為等於說他真正 真實產生執行檔的時候 才可以run 好 那這時候我們去把這個檔案打開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把那個-l的部分寫到這裡面來 那時候你就把它開啟 open 這時候我去開啟 比如說叫做 gpio1.gp 這個 好 這個沒問題 就是剛剛的範例 但是我現在如果說想要讓他執行的話 在這個組件 這個地方有一個組件命令 其實我這已經先加了 在link的 在build的部分 在build的部分 大家記得加一個 這個字加到後面來 wiringpy 這個加到這邊 其實這樣子你就解決了 就是等於說 你就不用每次下命令的時候加這個指令 這樣也很痛苦 如果有視窗整合開發環境其實還不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這邊 原來他是沒有super user do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用到pwn pwn的時候會 在執行的時候需要做這個sudo 因為他覺得那個已經有超出權限 所以待會我們試試看 如果這個地方加 當然你也每個都可以加可以 就是每次都是用最高權限去執行這個程式也可以 就是我們要加這一行 這一行 如果這個沒有加一定不會過 編譯不會過 我們試試看 把它剪下來好了 剪下來 來確定 這個我現在要編譯它 要執行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就跟剛剛一樣的過程是一樣的 這時候我要執行它 來我們可能做compile好了 成功 等一下 來編譯來 編譯 你看編譯錯 編譯錯了 編譯產生錯 就等於說 在編譯上次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我們在編譯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主件命令的地方 這個地方要加入bill的部分 我們再貼回來 Ctrl-V 所以這個部分要把它加進去 這時候按確定 這時候來做 來再做一次bill的部分 就OK了 就OK了 那有bill的成功的時候才能夠做執行 才能夠做執行 這時候理論上看這個 燈應該是會左右閃爍的 如果要閃的快一點 那當然像這種屬於整合環境的話 有個好處 就直接在這邊改就好了 如果改成500 就是跟這個Arduino一樣 其實它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它這個寫法跟Arduino很像 其實應該函數是很接近的 像p-mode 你看它都寫一樣的 Output 但是它這個p-mode 在Arduino裡面的話 就是input 然後dash p-up p-up 那這個 你看它另外寫 它另外寫 就是p-up-down up-down的Ctrl Button 然後等於說我把這三種可能的信息都列在後面 如果有一個就是沒有 其實也就是整理大家以後都可以要方便使用 就可以拿去用這樣比較快 以後翻一翻就立刻知道說就不用再找資料了 就當一個工具書 就可以查資料比較快 這也像重複結構 重複結構 這個只有輸入是0的時候再break 所以剛剛那兩個動作記得 如果用這個Gini這個環境來建立的話 記得設定主態命令的地方 要把這個加進去 加進來 不然你每次編譯的時候也是有點辛苦 就一直要去加-l wiringpy 這樣子 好 這樣不知道大家可以嗎 那像如果GPIO2 GPIO2的話 GPIO2 GPIO2的CPP 好 這個有牽扯到伺服馬達 伺服馬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伺服馬達 我不加SuperUserDo的話 會怎麼樣 好 那這個地方我把主器命令 這個地方我把拿掉 好 然後按確定 那這時候呢 你看看 可不可以過 還沒儲存 欸 我剛剛有改嗎 好 沒關係 那這時候我去做 做這個 編譯都不會沒有問題 編譯都沒有問題 必有的一定不會有問題 好 必有的沒有問題 但是執行的時候 執行的時候 它會說 p-mode enable to do this when using try use superUserDo 好 它等於說一定要用最高權限來執行 所以這時候呢 設定主件命令的時候 其實這個給你提供了一個 還不錯的選項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子 好 這時候看看 執行看看 F5也可以 快速件 它這時候就正常在置信了 哇 它有點快掛了 我看 好 這個 它離開了 現在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來看 這個 它剛剛產生的就是GPIO2 它也會產生執行檔 我這個 它現在正在 它好像已經 你問訊號有問題 那我執行一個剛剛的那個 GPIO3 GPIO shale檔 問它已經 你知道馬達有時候會那個 就是 轉到那個 嗯 鎖死的狀態 2A 哪一個是會 對 又回來了 剛剛那個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那個指令 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它又不會轉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已經忘記這個指令 這個行為做什麼 GPIO2a.sh 這是轉馬達 沒錯啊 哦 這個是要按鈕按才會的動作 按鈕按才會的動作 那剛剛那個可能這個 這個現在那個是什麼 那個好像有點問題 如果用這個執行的話 好像有點問題 我待會再看一下 就是說 他剛剛居然沒有繼續轉 這個 那我們試試看 用這個地方來做 就是說 G++ GPIO2.cpp 2.cpp nlo vary 這個一定要加 如果用命令列來執行的話 它是必須做這個 這會產生A.out A.out 你看它一樣 SuperUse SuperUse 它是正常的 它是在轉 它是在轉 好 所以呢這個 一定這個變成用PWM輸出的時候 它有需要 你要用這個系統 管理者的身份去執行它 才可以 如果沒有的話 是無法執行的 那這個地方 看樣子 我是不是 我加錯地方了嗎 看一下 我要怎麼改會比較好 還是這個要放在這裡面 應該不對啊 應該不對啊 好 試試看啊 這個也 吃馬東火馬E 我看一下 不行 這不行 應該不對 可是剛剛有出錯 這個 我們這樣試試看 現在兩個不要同時執行 這個我已經結束了 這已經結束了 那我這邊來執行看看 會啦會正常 那OK 剛剛怎麼了 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出現錯誤訊息 現在是正常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有不同的環境 當然你也可以用Codeblocks去執行 Codeblocks也可以執行 也是 但是記得要把那個Library Library部分把它加進去 因為整合環境也有好處 也有壞處 就是 就沒有這麼彈性 但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改 有些人習慣用整合環境 對 聲明提一下我剛剛 剛剛有提到說它如何做出50赫茲的信號 50赫茲的信號 就是它說 它的頻率 最高頻率是 因為這叫除頻的概念 它是19.2MHz 19.2MHz 那你可以用兩個參數去讓它除頻 它就等於說我1920 這樣子的話 1920再除以200 就產生20赫茲 所以為什麼用這兩個數字的原因 是這個樣子 如果產生50赫茲的話 就是先除以1920再除以200 大概是這個概念 剛剛有說 我記得我有寫 但是我原來是寫在程式裡面 好 那這個大概了解 就是在PWN的輸出部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那待會兒我們也順便提一下 有一個叫 如果你不想要打這個指令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做Cmax的方式 Cmax的方式 那Cmax的方式也就是說 也是把一些定義寫在裡面 把定義寫在裡面 像比如說這邊有像這個地方 有一個 這邊有寫一個 FinderLibrary WiringPy WiringPyLibraryNames 這個 所以我們要尋找這個 加了這個就不要加DashL 那這怎麼做呢 那我這邊有範例 如果你下載我的程式的話 應該有一個資料夾叫做DPIO 不對 哦 沒有寫 那這時候呢 這個DPIO 這個是我後來做 這個是給Cobrox的 所以你用Genie或者說 或者說你要直接下命令也可以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 我們可以建一個資料 有啊 這個在GPIOC 來我有 記得GPIOC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 這裡面有一個 我建的一個叫做 跟這個一樣的檔案 叫做CMakeList CMakeList 沒錯 有時候如果我們 其實待會兒我們會用到 就是都會常用到 因為等於說 如果說你將來程式嘛 我們如果 編譯的部分 要呼叫的函數都一直都是那些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先建一個叫做CMakeList CMakeList 好 那這樣子 最主要就是要產生一個 因為CMakeList 其實等於說是 它會幫你去把 你把參數都設定好 基本的 最主要你要先建立這個 CAT 就是我在講義上寫的 CMakeList 點TXT檔 這個檔 那就是 最主要要告訴他說 這個專案的名稱是什麼 然後呢 我會 我的專案名稱產生的執行檔是什麼 然後呢 會用到什麼樣的函數庫 這個 會用到什麼函數庫 就是那個WiringPi 然後呢 那這時候呢 我這邊定義叫這個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是這個 就這樣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 原來就是 最主要就有兩個程式 其他多的我都把它刪掉 GPIOC 這個是不需要的 RN是刪除檔案 那 這個 這個應該也不用的 就是說 其實最主要你只要有這兩個檔案 CMakeCache 這個Cache也是不要的 然後呢 MakeFile也不要的 RN的MakeFile 所以等於說你的資料夾一定要有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 哪兩個檔案 一個就是 MakeList跟GPIO.CPP 好 那這個多的我都把它拿掉 等於說以後你建立的時候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呢 RN 刪除資料夾的方法是-R -R -R CMakeFile -R R是包含它的recursive 就是包含它下面的所有資料夾 所有資料夾 好 這時候你看應該只要剩兩個檔案就可以了 一個叫做我的程式檔 還有我一個我的txt 就是 那這時候你直接下一個CMake指令 但是CMake的話就是它的來源 CMake的File 這個File是不是就放在這邊資料夾 就是本身local的資料夾 因為這個就是兩個點是上一層 兩個點是上一層 然後兩個點是上一層 可以做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有MacFile之後 同學 老師就可以做一個Mac Mac的動作就可以了 Mac完就產生了 這就會產生GPIO點 這個GPIO點 GPIOC點 這個執行檔 這時候呢 這個GPIO 這個就可以執行 但是因為這個檔案是屬於PWM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層次 那以後怎麼用呢 這個要怎麼用 那我們可以呢 比如說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想要產生Copy-RGPIO 因為都已經產生GPIOC 那這時候我產生一個叫GPIOLED好了 等於說我們就產生LED的這個資料夾 整個資料夾複製過來 整個資料夾複製過來 這時候呢 你看一下會多了一個GPIOLED的資料夾 GPIOLED的資料夾 好那我們這時候GPCDGPIOLED 其實用命令列的方式其實蠻活的 就是說 這是我可以Copy Copy就是Copy Copy這個上一層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檔案叫做GPIO 因為我LED嘛 LED是GPIO1.CP 但是這時候我的檔名呢 要跟它一樣 叫做GPIOC 把它覆蓋過來 好這時候呢 你看一下這個時候GPIOC 點CPP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就是這個 一個讓它閃爍 按鈕按下去就中斷了程式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重建 但是這個時候你重建你會發現 你CMAK這時候 然後 它就說出錯了 因為你這個檔案不對 因為你要重新建 這時候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RM的C 比如說以後你 因為你專案很大的時候 有很多參數嘛 可能你就不需要一個一個去改變 那把這個再重建就可以了 把這個CASH刪掉再重建 對 再MAK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你去執行它的這個GPIOC 這時候就理論上會看到的就是LED在閃爍 因為我們這個版本是 這個版本是LED在閃爍 好 Ctrl-C中斷它 那我們在CD回來 在CDGPIOC這個是師傅馬達的部分 你這時候執行它 所以等於說 我們只是針對資料夾改變 資料夾名稱改變 下面的結構都沒有變 然後檔名的所有程式檔名都 都用這個GPIOC 然後每次重建CMAK的時候 記得把這個檔砍掉就可以了 所以這時候我GPIO 這是命令列的方法 這時候我們必須要用SuperUser的前線去執行 你看它就會再動 那還有點怪怪的 它等於說就是利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剛剛python好像就沒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 還在繼續在動 不是有兩個程式在執行嗎 可能喔 所以兩個已經玩到這兩邊 這個還在執行 呵呵 果然 果然 所以兩個程式在控制同一個 既然也是可以兩個程式同時在控制 在控制同一個馬達 但是剛剛兩個在互相抓 OK 所以同時執行比較可怕 兩邊開 那這個大概就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我是覺得用CMAC CMAC 然後去把它分在不同的資料夾 也是一個好方法 如果你用命令列在執行的話 反正你只要 因為同類型的 同類型的這個 因為你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用這樣來控制不同的版本 這是也是一種一個方法 那當然也可以用 我剛剛提到 其實你如果你是用這個經理來做的話 也可以 或者用Coblox Coblox也就是如果你一個專案 一個project的話 也是要放在一個資料夾底下 那這個概念跟CMAC是很像的 那這個等於說是我們在處理這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利用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然後只改變主程式 只改變主程式的一個好方法 就是利用這個CMAC 這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等於說我們就是要節省時間 節省時間的時候就會想一些方法來解決 這個地方也講到這個 這個地方也就是有所謂的這個 C++的部分 C++的部分的事件驅動 事件驅動 大概這個也是這樣 就叫edge falling 就是原觸發 有edge rising edge falling 就是從高電位到低電位 還是低電位到高電位 就是那個狀態 以前我覺得自己學數位電路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很認識在學 後來覺得好像這些概念好像也沒多難 就是只是一個波形 因為以前大一就開始學數位電路 那時候總覺得從高中過去的時候 高中好像都沒有這些 就是也不知道高中教育 好像都把學生教得比較沒有會思考 但是可能慢慢才會慢慢別人理解說 原來好像這些概念也沒這麼太複雜 也不是很難理解的 好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也是用interrupt 那你只要講 interrupt 就一定有一個函式對應它 就跟快勝一樣 那這個函式在哪裡 在這裡 就switch interrupt 但是我們這時候是用一個變數來處理 用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 就是一個 之前講過 這個變數的生命週期 這個變數生命週期是 就是全部全時間的 就是不是只有在部分 那像這種屬於這種中段的時候 你要處理的事情 這個時候生命週期很重要 我們生命週期一定要放在最長的地方 那每一個函數都可以教用它 每一個函數都可以教用它 我把它設在這個外面 這個生命週期是全部 那這時候這裡也可以呼叫它 那等於說呢 當我們有按下按鈕的事件產生的時候 我會讓這個變數設成1 設成1的時候 在這個回圈裡面 我只要發現這個時候被變設成1的時候 我就把它break 所以我們就利用一個 就是生命週期很長的變數 然後讓這個變數可以讓事件去改變它 事件有權力改變它 然後 如果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設在這裡面就沒有1 你把這個 勾縫 勾縫設在這裡面 這時候因為它沒辦法去修改它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生命週期 這個變數放在最外面 最外面 然後讓這個for回圈裡面 在這個重複結構裡面 發現它被改變變更了 這時候我們就離開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概念 那所以這個地方也 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說之前我也跟老師們提到說 變數的生命週期 其實也是在寫成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樣子 好 那這個都是函數 那這個函數就是只是為了計算出它到底是多少 多少 duty cycle 這個set angle 0就會算出來是 0就會算出來是這個 但是這個又不一樣的不是 這裡面用的不是用那個 它不是用那個什麼 不是我剛剛講有一個叫duty cycle 百分比例 這個是直接用pwn值 你看這個c++裡面用的是 用的是這個 是0到511 所以我又多乘上512 因為應該是乘上512除以100 所以我就直接乘上5.12 這個它要計算的值是pwn值 所以其實你看每一個 每一個程式它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可能都只是一個數學的轉換而已 是一個數學轉換而已 那你只要把它這個 這個函數做一些修改就好了 然後去轉換 變成角度的pW 這個要輸入的輸出的值 就是它對應到的0到511的值 0到511的值這樣子 這樣不知道大家可以接受嗎 其實整個概念 就是程式語言的概念大概就是萬變不離其中 其實基本的原則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像python的interrupt 7++的interrupt 其實都很像 就是要定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當事件發生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就像我們寫過 如果寫過視窗的函數裡面一定有什麼 有一個像滑鼠 光滑鼠有一個叫做click 還有double click 這都是屬於事件 每一個事件對應到一個要做的動作 做的動作都可以這樣子 按鈕一定是按 所以一定有什麼button click 所以寫這種視窗函數 就是剛才現在大家寫 如果有一天寫這個 寫這個手機程式也是一樣 都有事件 對應事件做事件的處理 大家一定會說 這個可以寫得很精簡 其實如果一行指令的話是不需要加大瓜斧的 一行指令是不需要加大瓜斧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沒有寫大瓜斧的話 那就代表它的有效的範圍就只有一行 那因為我現在高中教習慣 我就 我一定會要求他們即使一行還是要寫 因為寫不會錯 寫不會錯 怕他們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說這為什麼這樣 所以我一定跟他們要求 只要看到一府就寫一對大瓜斧 看到一府就寫一對大瓜斧 但是如果大家會善用這個的話有好處 這個Coblox有好處 我們如果把Coblox打開 Coblox一個指令就可以讓它排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Coblox其實也值得學一下 就是比如說我要開啟一個檔案 open一個file 你針對任何的C++語言透過它來開啟的話 然後你直接比如說我叫GPIO1 這個開啟open 好那我就故意了 故意沒有拍好 Wire這個地方我弄得亂七八糟 但是你看我只要按一個右鍵 按右鍵一個叫做format use a style 立刻就排得漂亮 整個階層的關係就很清楚 所以其實我跟學生講 如果你叫我看成事 然後你不幫我說排 不幫我排列 我也沒辦法看 任何神都看不出來 因為他的這個關係 我一看這樣一眼一看就要重複結構 這一看就要選擇結構 這樣很明顯啊 我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按右鍵 這個格式化其實是蠻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只要格式化 如果大家寫成事寫一寫 寫完之後就利用這個來 利用來格式化再存回去也不錯 至少就不會說看這麼難不容易看 程式要易讀 看得懂這樣最重要 所以這個如果會用這個 像這個就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要自己去控 這Gini的唯一的缺點 缺點就是我有找過 他真的 有嗎 我上次找過是沒有 上網查也沒有 還是說他新版本有增加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我測的結果是沒有 按右鍵 格式化 有沒有 格式 智慧型收牌是這樣嗎 沒有 好 那這個我目前是比較依靠 依賴這個callbox 去幫我做收牌的動作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工具 就是可能這邊用一點 那邊用一點 但是其實都一樣 可以達到目的的都是好工具這樣 好 那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OK嗎 那接下來我就是實做 實做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軟體的pwn 當然你可以找一個 你可以找一個那個 不是這個硬體pwn的接角來實做看看 那這個地方我怎麼做呢 就是調整時間延遲 就是我一樣要重複 這是重複50次 那我會產生一個 如果我要設什麼角度 那這邊有提到一個參數 就等於說在命令列 命令列加參數的方法 命令列加參數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用input 你可以用cE來做 你可以用cE來做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命令列加參數的方法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參數叫argument argument的部分有argument0式 0就是 為什麼用1 因為0就是這個 這個名稱叫a.out 叫做 叫做它的參數的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 argument0是它 比如說你的執行檔叫什麼名字 也會得到叫argument0 那這個argument1就是事實上 就是後面這個就是90 就是這個 那這個一個a to i 就是轉成文 轉成數值 轉成數值 那這個地方老伯 我做了什麼事情 就on time 那也是要把它轉成說 到底我這個要on的時間有多長 那剩下來的部分就是 我剛剛說 20ms 20ms的話就是200000 就是microsecond 用microsecond的話是200000 就是1000倍 然後microsecond跟minisecond的話是差1000倍 所以就是200000 然後減掉on time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產生方波 那這個方波也不算方波 就是說它是產生的波形 就是等於說總長度 每一個週期都是20ms 但是我on time的 屬於on time的時間是多少 用經過計算 計算 剛剛說過我說 到底幾分之幾 等於說從500 從500microsecond開始 從500microsecond一直到什麼 到2400嘛 對不對 500到2400 但是我有試過 這個角度不是太準 不是太準 因為畢竟是用軟體模擬的 然後因為每一個指令執行的時候 都有所謂的時間 時間差 而且一定會有一點的誤差 所以這個用軟體模擬其實是做不會太好 但是就是真的有些不行的話 你想要轉到某個角度的話 你可能就只能用這個 但是你知道當你設定完之後 這個時候馬達就已經 就已經沒有力了 它只是轉到某個角度而已 但是並不會持續 並不會hold得住 因為我們要讓它hold住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一直不斷的給它這樣的放波 就是有duty cycle的放波 好 那這時候你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如果用模擬的話 用模擬這個層次的話 就是GPIO3 所以我們這時候用這個 用G++好了 我們再練習一下G++ 要記得 這時候就沒有所謂的PW的設定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是直接用IO做 GPIO3.7PP 那我沒有特別指定 但是記得叫L WiringPi 好 那這時候編譯成功了 那這時候GPIO3 這個叫A.out 因為我沒有指定 output的檔名 這時候我要用的話 比如90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轉的 但是它hold不住 因為這個現在是可以轉的 因為它已經 已經沒有 不是 因為我就已經停止 停止供應方波了 那我的方波一定要給它 它才會一直 才會一直 一直那個 PWN波要給它的時候 它才會一直hold得住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hold住的 那這不要讓我到0 它也可以 可是等於是轉到某個角度而已 某個角度 因為伺服 伺服就是 就是 一直跟隨 一直跟隨 當角度變的時候 這時候已經沒有轉局 沒有talk 沒有talk在裡面 沒有力量可以去把它撐住了 好 這時候0 90 它也是可以轉 180 但是這個是屬於用軟體來做 就是純粹只能說 我針對我想要移到某個角度 轉完就停止 但是它沒有力量去支撐的 這個概念 像如果我們今天是說 用持續的方波的話 這實際上你怎麼去轉 是轉不動的 因為似乎馬達 它其實事實上 如果 那這時候如果說你力量太大的時候 那裡面的 為什麼塑膠齒輪會斷掉 那因為它已經沒有力道去撐住它了這樣子 大概這個 最後講到這個軟體模擬的部分 這樣子 那剩下還有講到那個PHP的部分 PHP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直接用share來做 我們來看看大家什麼意見 好 再交流一下 好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老師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後面應該回去還是要重新再看影片 在消化吸收 是 臨時大家要有意見 可能有點困難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覺得寫的還算詳細 就是說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就可以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以後那個群組依然還是存在啦 是 如果夥伴有問題的話 就是大家還是可以在那個群組裡面發問 那到時候還是麻煩周老師方便的話 好 沒問題 回應一下 好好 不會 那其實就這個練功啊 就是一直不斷在練 其實有時候 其實我當然我很高興說我能夠跟大家分享說這個 因為第一個我收集資料 將來我自己查的也會快 不然的話 其實那個分散各地其實也不是很方便 那等於說利用這個機會 我可以開始可以慢慢做那個機器人視覺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相當好 謝謝家中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去做一些整理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老師們也是變成說可以 這繼續 開用這個基礎再繼續往下 再往下做 因為我們到下午的部分就會講到 機器人視覺 就是視覺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說沒有視覺 其實這個要做很多東西 其實就有點 因為現在如果說我們將來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自走車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介紹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那個人工智慧的辨識的方法 就是YOLO 我剛剛提過 那YOLO其實它可以在一張照片 可以立刻辨識很多個物件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做的就是只有一張照片 一個物件而已 所以還是 還有Level還是沒有太提升 那沒關係我想說也好 那大家要先做一個照片 一個 辨識一個物件的概念 那如果說我們以後 就可以再講說多物件的辨識 那如果多物件的辨識的話 我可以立刻看到一張照片裡面有多少人 然後哪些是車子 哪些是腳踏車哪些是汽車這樣子 那而且那個學習的那個等於說 很多人已經把學習的那個已經建模都建好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 其實本來我 我本來一直想要在那個之前把它弄完 結果後來我就退而求其次 就是改用那個什麼 teachable machine teachable machine 那個讓用那個 但是那個學習的方式 學習的機制還蠻快的 所以我們待會下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下午那個還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去嘗試 那這樣這個針對最後只差到 因為其實我也想說 上午的時間我們趕快帶過 因為等於說待會有很多 那個像USB Webcam的部分 所以我可能會 隨著我那個 我怕下午三小時上不完 所以待會我也盡快把這個講完 講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那個 跳到那個 那個機器人視覺 就是USB Webcam的部分 好 那這個地方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這個就是也沒有多難 就是直接 做一個share comment 就是等於說相當於就是下一個指令 就PHP它有這個share的指令 然後去做這個動作 這樣應該沒什麼困難吧 那就是它測試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PHP的執行 當然如果你把它放在網頁上 那當然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我LS的話 這地方有一個叫PHP 我們講過PHP執行的話 就是直接 我先看一下這有沒有參數 PHP1 G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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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HP 這個地方我 我應該 有一個叫GET一個READ GET一個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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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GET一個GREAD 好這時候有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 如果我這樣子 所以PHP 我執行這個叫做 G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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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HP 這時候你要告訴它 READ如果等於1 我這兩個 READ跟GREAD READ GREAD等於1 這時候呢 這時候就會 綠燈跟紅燈都同時亮 這兩個燈同時都亮的 如果呢 我這樣子 0 那這個當然也可以放在網頁上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亮 一個不亮 如果兩個都不亮的話就是這樣 其實你說這個控制家電 當然也都沒有問題嗎 如果 當然要考慮那個安全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現在其實還有一種模式 就是所謂的NQTT 一 NQTT其實在 我們在跑物聯網的時候 NQTT其實也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server的概念 那 那這個 在要對數媒派來講 要安裝NQTT server跟寫程式 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這個也 本來也有想講 但是想到時間也不夠 所以就也沒有把NQTT拿進去 當然還有藍牙的部分也可以做 因為其實在這個板子上面是有藍牙的 可以做藍牙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光看這個數媒派 其實能夠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網路的功能都還沒有發揮它 很大 對 那其實如果說大家 如果要真的可以的話 其實這個 它的pycam pycamera其實也是還不錯 那只是我想說 因為大家都是用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 所以我還是用這個webcam usb的webcam來做 那其實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只是說看它去上網去找找看 有什麼應用 其實大家一定要想到有個點子 再去完成它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如果這個把它放在網頁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放在網頁的話怎麼辦 那我們上次講過了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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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這個如果當然你放在家裡沒有問題 這個家裡 就沒有什麼安全性的問題 就是這個網路不對外 那也可以 那這時候 我們現在剛剛之前講過的phptext 我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有一個檔案在這邊 好 那我現在直接把這個 php 就是我copy copy gpio1.php 或者說我要copy所有的php過去好了 新點這個 copy到哪裡呢 在我的home directory的web 一個叫php tester 一下 cd www php test list 好 這邊我有兩個檔 一個叫做 gpio1.php 但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之前這個 我有做一個這個叫hawks 就是做 因為我們要在命令列執行 那這時候我們要把這個拿掉 nano 這個gpio1.php 這個拿掉 拿掉的 就是跟C語言就是兩個斜線 拿掉斜線 那這時候有一個叫gat 有兩個gat 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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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o 輸出 那這時候呢就到這個地方 來做測試 這時候呢 那我就寫gpio1.php 這個就是get的參數 ray的 等於1 現在都沒有亮 然後and green 等於1 兩個都亮了 所以呢 就直接用參數來控制它 那如果兩個都不要亮的話 當然說你看 如果你把它寫成這個app 寫成這個app app 寫個app 就直接 直接 就是下 對這個網址 下這個命令 它就兩個都不亮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伺服馬達的部分 伺服馬達的部分呢 我們就 也是這樣nano gpio2 那這時候也是把這一行 這行拿掉 就不要 那這時候要傳什麼參數呢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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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O 那這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就gpio2 這時候我的參數就是angl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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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等於90 我看就看不到伺服馬達 透過來一點 透過來一點 好 然後這個angle等於90 這樣 它如果angle等於0 angle等於180 大概就可以直接用遠端來去做控制 所以你說你這個 如果你用這個 Apache Server當這個 然後旁邊接腳 比如說像剛剛這邊接什麼 接輪 接馬達 接馬達 因為正反轉 正反轉這些控制 你就把它拿進去 然後直接接 某些接腳 然後下 用App 用App 就是App Inventor 然後就是每次就做這個http get的動作 就可以去控制一個 車子去行走 這樣子 所以其實簡直說LED只是一個代表而已 你可能是控制一個 通過一個relay 控制一個 一個這個電燈開關 或者你可以慢慢你也可以把那個 遙控器遙控器的訊號把它寫進去 因為這Arduino可以做到的東西 像這個都可以做得到 那你又可以去傳送遙控器的訊息 然後比如說 再還沒有還沒有到家就冷氣就打開 這樣子 那其實它也可以慢慢做成一個網關 等於說一個家庭這個自動化的控制中心 家庭自動化控制中心 其實也有很多人已經做這些套件 就像上次我有提到像Moodle 有人做叫Moodle Box 那等於說你可以 這個Moodle Box以後隨時帶著去 就可以去教室上課 只要接上網路 或者說 反正只要大家能夠連上這一台 這就可以了 其實它的用途真的很廣 就是有沒有創意 我覺得英國 我覺得英國兩個東西 其實這個真的蠻嚇死人 第一個就是Microbit 還有英國的這個數媒派 我覺得其實是整個對教育來講 應該是蠻有幫助的 大概我們講到PHP這個部分也都講完了 這個教材的部分 其實我也是有點想說這個我們就早點結束 然後我們就直接上到下一個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沒關係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好 就是說 既然我們現在在我們focus是在數媒派 是 但是數媒派其實它是個比較大的 工廠會長一個大腦吧 那假設說 如果我們有一些sensor 也許是用Arduino 是 那我就Arduino收集資料 那我Arduino跟數媒派要怎麼去做溝通 對 是 因為其實 Arduino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其實第一個 它通訊上是比較差 第一個它沒有藍牙沒有Wi-Fi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慢慢都會轉向 就是比較比如說就會用 之前我們講過Node NCU 或者ESP32這些 它本身基本上就有具備網路功能的 如果你要具備藍牙功能的話 就是ESP32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純粹只是要 只是用Arduino 那你就一定要用接有線 接有線的跟它 跟這個數媒派連結 這樣子 因為等於說你可能就是用RS232通訊 USB通訊這樣子 那如果有線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的資料 就是說它怎麼去抓Arduino上面的資料呢 它怎麼抓Arduino的資料 因為等於說我們只要 比如說我們只要 建立好通訊 一個就是有一個 Receiver 一個Transmitter 等於說 雙方做收發就可以了 是 對 那等於說 這個就 我覺得Arduino能夠做到最大的部分就是這樣 不然就是說 就是等於說 就是 直接用 反正就是它的 compo 就是我們 講到那個叫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通訊鋪的連結 只能夠用通訊鋪的連結 這樣子 對 對 因為其實Arduino如果你要再接任何網路設備 也都是 也都要花一些錢 對 那像如果說我們直接用這個Node的NCU 100多塊 那其實我們就立刻可以直接用Wi-Fi連線 就是Wi-Fi丟Wi-Fi接 對 這樣子又快多了 是 是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對 因為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去慢慢測試我們的Webcam 其實 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為它小 它小 等於說我們 將來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帶著走 當然你說這些事情在PC上做不做得到 都做得到 但是就變成說我今天如果說 我能不能就是 就是一個專門用途的 我如果要用個專門用途的東西 我就不需要接一台這麼昂貴的 就是電腦 然後耗電也大 然後 我現在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我直接帶一個小樹莓派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這樣做 因為我發現現在我樹莓派4 如果 記憶體夠的話 其實真的 還蠻 還蠻順的 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這樣子 然後其實UNIX 如果再熟悉的話 那其實 好像也 也沒有一定要用PC了這樣子 對 基本上 他幾乎能夠做的事情 都做得到 好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因為等於說教材就會一直在那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回饋 大家會再去修 大家會去修教材 等於說我們就把這個四份教材 然後讓他弄得比較好一點 就像剛剛提到說 如果老師們想要裝那個 那個樹莓派的64bit版本 這個也是我 我原來一直想說64bit版本 因為你會發現他自己本身也不提供 自己本身也不把這個放上來 對不對 我也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64bit為什麼不提供 真的後來找到 他也是有的 所以我把這個網址給大家 就是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他有提供最新版的 這個是到5月28號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大概1點多G吧 解壓縮之後 也是可以用這個來當作 當然就是也是用我們之前講的那個WIN32DISC 那個複製的工具 就是備份還原的工具 那昨天有老師有提到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備份還原工具 其實是它是所有的 所有的都可以用 就是SD 只要SD卡都可以用 我把它拖曳到這邊 就這個WIN32DISC 那這個備份還原 其實如果您就常常在操作的話 然後SD卡又不夠 SD卡不夠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 但是就是多一次寫入的動作 就是說你可以先把你的東西先讀入 比如說你現在想要最後產生的檔名是什麼 檔名是什麼 比如說你就叫他叫123.mag 123.ing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image 你現在當然一定要先指定檔名 然後你有裝置之後你就可以選讀取 讀取 它就把這個 把你的SD卡的東西讀到這裡來 然後你下次你把你卡放進去 你再把這個檔名它就是寫入 所以讀取寫入是相對的 如果老師們可以常常要做的話 你看我這邊我自己 因為有時候記憶體不夠 然後我要做一些測試的話 其實我也把它就是先存回來就好 先存到 先存到這個 你看這樣recall box 我也把它存一下 你看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如果這檔案本來很大的話 這個檔案就是16G的 你就要產生16G的這個 其實也蠻傷的 蠻傷的 所以剛剛之前我們做的這幾個版本 這些都有 那為什麼我會用8GB來做 因為我就盡量說如果老師在還原的時候會快一點 然後你記得要記得把它那個再把它expand 就是說如果你 因為你可以把我的8G還原到你的16G 但是我做了16G 你只有8G是沒辦法還原的 對所以我會盡量用比較小的SD卡來做 做完之後讓老師們能夠快速還原 比如說你8G你要還原到16G 像之前還有一個我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8G的版本其實它的容量並不一樣大 那像是8G對8G其實還要注意 有時候有會遇到的問題 你的8G比別人的8G多一點點 然後把別人要還原到那個是沒有辦法 它會算 它算只要它的容量不一樣 它是不會讓你還原 就是可以大 目的的可以大不能小 只要一小它就說無法寫入 所以這個我之前有遇到這個問題 我都嚇了一跳 覺得為了這個就可能 因為如果你還原到16G 然後做完之後 你要再還原別人也是很困難 所以我就盡量在做這些示範的時候 我都用8G來做這個備份的動作 讓大家將來能夠還原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所以那個磁碟空間我都會盡量比較節省的使用這樣子 好 剛剛提到說這個網站 剛剛老師有問題嗎 好像聽到叮咚的聲音 等一下 來老師請教 是 你剛才提到說 64G它網路上它可能在某個地方 老師你找到 對 老師你是怎麼找到 它是不是早期的 比如說那個數媒派的3或2或甚至1 那是不是還有舊的那個image檔 它也躲在什麼樣的地方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說您是 就是數媒派3其實就可以安裝64bit版本了 3就可以安裝64bit版本 但是3有一個缺點 它只有RAM只有1GB 1GB跑起來就是蠻累的 所以等於說我們買數媒派4 4的好處就是說它可以有4GB、8GB的選擇 4GB、8GB的選擇 因為它雖然有1GB、2GB 但是我覺得也就不要買那個數媒派1GB、2GB 但是至少就4GB以上 數媒派4 那其實您剛剛說的說 其實那個剛剛那個之前我們安裝那個32的版本 32的版本可以用在1、2、3、4都可以 所以它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工具 它根本沒有給我提供那個選項是64bit對不對 因為它還是β版 它可能就是責任致負的意思 就是說它 但是其實整個我有裝過 整個安裝之後的結果 其實是跟現在32bit的感覺完全沒差 那我有整理了一下就是說 整個步驟我都再重做一次 再重做一次 唯一有差別的部分 我在這邊有寫 整個步驟有差別的 我有寫紅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64bit你去我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網址去下載的話 然後唯一有差別的在是 64bit安裝時發生錯誤 無法取得這個 如果你要安裝PHP 這個時候要做什麼動作 我都有寫在這邊 這樣子 那這個是32bit 但是這個64bit安裝這個PHP 買不會錯 不會有出現錯誤 但是32bit這個有出現錯誤 這個有出現錯誤 所以反而剛好兩個各有不同的 需要修改的地方 好然後呢其他的部分都沒差了 就沒差了 這樣大概累積結嘛 所以其實那個 我也是 因為後來一直想 那我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我那時候不是還提供老師們說 這個地方有個叫做 用安裝這個 Ubuntu的這個64bit版本 後來我想 啊 我自己裝過了 沒有想像中的方便 所以我就也沒有再安裝這個 那我就想說 那居然那天給我找到這個 我現在蠻高興 我就真的試著裝過一次 還不錯 整個64bit 其實它效能也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那個感覺 就是好像用了64bit 因為好像不再是孤兒了這樣 因為32bit 這個它以後就不再更新了 也是有一段時間它就不再更新了 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試試看 第一種方式就是再多買一張SD卡 然後裝一下64bit 然後整個再重做一次 其實我想我這個暑假也會把很多時間 就把它花在這個 花在樹莓派上面 因為其實我 我一直想說做機器人視覺 就是說慢慢把一些 就是無人車的那個東西 能夠做做看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真的 我是覺得這個 絕對比那個之前的 就是只有單 比如說ESP 或者說這些系列來的 更多的更多可能性 好那待會呢 我們待會上課會用到這個 這個裡面就是 OpenCV還有一個TN2 Teachable Machine 這是第二版 已經是第二版 網站上就有 那這個地方 也有這個 那個是個程式碼 程式碼大家可以去下載 那剛剛的那個什麼GPIO 這邊都有程式碼 對不對 程式碼可以下載 然後這個 我們還會 就是OpenCV OpenCV有程式碼可以下載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 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看這個 大家可以做做看 因為其實我想說 既然大家安裝的那個Webcam 所以我想說 原版有老師問 我剛剛沒看到 請問效能表現有差嗎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的感覺是 就是 心情感覺好一點 好像那個 好像有打了疫苗的感覺 感覺 感覺有啦 有一些啦 因為64bit 當然還是比較 比較那個 但是也是 記憶體要夠啦 如果記憶體不夠也沒有用 對 這樣可以嗎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準備這個Webcam 這個Webcam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準備 老師應該原則上面如果 這個比較多啦 用Notebook 第一個Notebook應該會有 第二個是 如果這次視訊的線上 就是停課之後 其實如果有的話 大家應該也都有準備 對 因為這個是要接到那個 接到US這個上面 速媒派 對對對 要另外準備 對對對 因為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就是利用這個 速媒派來做 因為這個速媒派 我們可以讓它去擷取動態影像 這個要安裝這個 這個 然後呢 還也可以 這個 這個目前都是屬於靜態的部分 靜態的部分 這樣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叫做 這個 這個就是 連續的靜態 連續靜態 其實你知道動態也不是就是連續的靜態嗎 那 它這個是說 一分鐘取一次 一分鐘截取一張 然後呢 這個是設定它的那個定時截取 所以我想說 我把這些東西都跟大家搜尋到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還是 老師 因為我看那個時間 大概11點半 最後時間有點尷尬 不然這樣好不好 你把下午的課程的部分 就大概講一下 大概我們下午要上什麼 好 我們就是大家就先休息 好 可能又參一下 因為早上 中間只休息一次 好 大家辛苦了 不會 我們就是大概下午 老師把那個 要上的課程內容的步驟 這是簡單的介紹 然後我們就先休息到下午一點 再開始 可以 不好意思 不會 那我是想說 我們先準備這個webcam 那我有教老師們如何做串流 當然其實有備不時之需 然後你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家裡面有小孩子的話 要監控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來監控 然後呢 這個OpenCV的安裝 當然是OpenCV 其實我弄OpenCV安裝弄了好久 你知道 因為其實 反正版本很多 那其實 我們如果純粹是要用 要用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還蠻容易的 後來找到一個方法還蠻容易的 然後呢 這個當然就是操作 這個就是如何來去擷取影像 擷取動態影像 好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介紹到一個叫做那個 那個就是色相 色相的調整 等於說我一件衣服 我可以立刻把它 把這個 這個藍色的部分全部變紅色 然後我也可以做這個搜尋 就是圓形 去增色圓形的存在 那當然就可以追蹤物體 然後呢 我們也用到這個C++圓 但是C++我就不想琢磨太多 因為其實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我是覺得Python可能它的更新速度比較快 這個你要自己的make要做一個多小時 但是這個有一個工具倒是可以做 就是說我們可以 有一個工具可以讓大家去調整這個h 你知道大家有聽過hsv的那個模型 顏色的hsv模型 那我們就調整它的hue的範圍 然後去調整ssaturation 還是這個另外一個部分的參數 好 那最後我們就會要學到一個teachable machine teachable machine 這個是網站在網站的部分 那我可以做三種分類或四種分類 就剪刀石頭布 然後再做一個比如說背景的分類 那我們之後 剛剛之前我寄個影片給老師 就是說 那我們就可以去透過這個 下載它的做好的那個學習好的model 之後然後再匯入 那這個牽扯到 因為原來它大部分都是用那個py camera 那我是把它改成usbcam usbcam來做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 當然因為usbcam 就一定要用到opencv opencv 所以前面我們有介紹到opencv的部分 那最後我們事實上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我讓這個 我的在webcam前面做了剪刀 它會做什麼動作 就是我們因為透過視覺的學習 它學習的結果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樹梅派上面 那等於說樹梅派 以後只要看到剪刀它做什麼動作 步做什麼動作 當然你可以做分類很多 但越多其實就越容易有誤差 越容易有誤差 就像我的剪刀跟布 其實偶爾還會分辨錯誤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去訓練它 我覺得這個 有一個很棒的機制 讓大家去訓練這個 訓練這個 用透過webcam去擷取影像去訓練 其實你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好像 好像 叫做人工智慧沒有什麼太困難 對 大概是這樣 那個老師 黃老師也是說真的安裝好久 而且要找到好的知音網站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偏向用C++來寫 但是後來我覺得好像Python也沒有這麼難學 對 那以後就改用Python就好了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其實它可以玩得很多 因為其實它那個矩陣運算的 向量矩陣運算的能力 其實在OpenCV裡面是真的很強 所以就是我們在做影像處理的時候 其實OpenCV是真的一定要去學會的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大家有看到那個影片嗎 就是說我在Line群組裡面有把那個影片放上來 對 就是那個影片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是後來才變 才決定要那個 因為我後來 我原來本來不是 原來想要比較講更大一點 但是我後來覺得那個這樣也反而蠻好的 有很多人就把它用那個辨識 比如說辨識有沒有戴口罩 但是我剛剛提到那就是純粹只能做單一辨識 就單一辨識 就沒有辦法再多人 就是多物件 今天等於說一次就一個物件而已 就是一個剪刀或一個石頭或一個布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是 我寫很多大家其實看一看應該都會 像這個表其實也找很久 因為我一直想說 那每一個顏色它的hsv的範圍是什麼 hsv的範圍是什麼 這個表好像還蠻可以接受 我就用照這個表來做 那以後像調整哪一個顏色範圍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來做遮照 那就可以找到你要的顏色範圍 大概是這樣